我下面要说的话很重要 所以让我先做做好再说 很多人都在问我 王一苏你现在拍的到底是什么 等等 先跟我一起念一遍 Vlog Vlogs V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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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logging Vlog Vlog 完美 YouTube搜索Vlog有1亿多的结果 Vlogger Casey有近一千万的粉丝 百度搜索Vlogger关键字半年内增长了一千万 视频日志Vlog究竟是什么 用两个字来表达 故事 记录你的生活 创造你的故事 你可以拍的东西很多 你可以去跑步去健身 去音乐节 去试驾新车 去看电影 也可以评测电脑 评测手机 评测手表 评测衣服 对了 你还可以评测飞机 评测酒店 你也可以拍今天吃了什么 这是我的早餐 这是我的午餐 这是我的晚餐 但是 如果不是大明星 并没有人在乎你今天吃了啥 所以 Vlog是分享你的生活 但不仅仅只是你生活的流水章 我要说的是去创造你的故事 如何创造话题 如何写你的本子 如何拍摄 如何剪辑 剪辑是你最大的武器 以及 如何融入你的个人特色 等等 我是谁 我是王一苏 我是一名演员 这是我工作时候的样子 这是我平时的样子 这是我的爸爸在1993年的照片 我们长得像吗 这是我的妈妈 他抱的那个可不是我 这是我小时候的样子 这是我长大以后的样子 这是大学毕业后 我拍的第一部影视作品 这是我在剪辑Vlog时候的样子 半年时间我已经拍了40多期Vlog了 其中我拍过网红蛋糕全系餐单 航红公司商务舱体验 科技产品评测 宝马最快旗舰车体验 旅行 对了 我还成功地预言了奥斯卡 最佳奥斯卡动画片了 GoGo 当然我还有很多要拍的没拍的 并且将会继续拍下去的 等着我吧 这年头拍视频的不是美妆就是科技 你就没个垂直领域吗 不垂直 Vlog就是生活 生活没界限 Vlog没局限 只为发烧而生 真棒 支持你哦 我想说的是 又属于你的语言 属于你的画面 甚至音乐 等等 这音乐好像不太对 现在好多了 经常有网友问我 我需要配备什么样的相机 什么样的设备 才能开始自己的Vlog 但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最难的不是选择设备 而是真正卖出第一 好的器材 自然会让你的Vlog 饧上天花 但就像达神KC说的 当你开始创作的时候 你所需要的只是 一台手机 加网络 加你的想法 一台手机 足以讲述你的故事 设备不是你需要考虑的 第一个问题 故事才是 一个你想分享的故事 融入你的个人特色 接下来 水到渠成 自从开始Vlog之后呢 我学到了很多 平时不会接触到的知识 认识到了很多 有趣的灵魂 古东机场 甚至感受到了 来自全世界 素未谋面的人 像好朋友一样的关心 当然 Vlog作为一个交流平台 也让我结识了 很多很棒的平台 让我有更多好的东西 安利给大家 我想把我生活中 一切美好的 事物 点滴 分享给大家 疯狂打电话 我是演员王一苏 inspire self inspire others 激励自己 激励他人 这就是一苏Vlog 欢迎来到 我们的世界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